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着加拿大各地的确诊病例不断攀升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加拿大人必须对当前情况保持警惕 否则将有可能经历第二次封城 特鲁多在周一表示 我们并没有走出困境 没有人想在今年秋季再经历一次春季时候的封禁 唯一避免这种情况发生的方式就是每个人都保持警惕 同时 特鲁多号召大家要遵守卫生官员的建议和指令 据报道 魁省今天新增276例 达到了近几个月的新高 安省今天报告了313起新增案例 这个数字是自6月初以来的新高峰 本周一 安省省长福特在记者会上表示 由于安省的确诊病例每天持续增加 因此有可能进一步封锁 福特警告说 如果疫情继续恶化 将采取所有必要措施 其中就包括进一步关闭 他补充说 需要分地区研究封锁措施 特别是在多伦多 沃泰华和皮尔区 目前这三个地区是疫情的重点区域 特鲁多或将实行秘密计划 让生活成本提高 9月23日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就要提出施政报告了 目前报告的主题已经确定 就是雄心勃勃的绿色议程 对于这个主题 近日国家邮报的一篇评论文章指出 自由党政府可能会推行一个秘密新探税 将会使每个家庭和企业的支出增加 此前 特鲁多为了实现巴黎气候变化目标 就是约定到2030年 排放量比2005年减少30%的计划 那时候 特鲁多就已经向加拿大民众和企业开征探税 在去年的大选中 特鲁多提出 到2050年 加拿大经济将实现净排放为零的目标 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特鲁多政府将引进一项新标准 称为加拿大燃料标准 这是一项监管制度 将要求所有矿石燃料的供应都降低碳含量 特鲁多认为加拿大燃料标准是对碳税的补充 但是与碳税不同 加拿大燃料标准不对大型排放者提供豁免 而这些成本最终将直接转嫁给生产者和消费者 而正是因为最终为此买单的是居民和企业 所以 国家邮报评论文章将加拿大燃料标准称作特鲁多政府新碳税 报道中称 该标准对家庭和行业的成本影响尚不清楚 但根据加拿大能源研究所在2019年5月进行的一项评估 如果要让碳强度降低20% 每年的燃料脱碳总费用为153亿元 将使家庭燃料账单每月增加4% 汽油费上涨2.8% 工业燃料成本增加更多 高达13% 而如果想要实现零排放的目标 那意味着所要增加的成本又将大大提高 自由党憋大招 真要搞全民基本收入 近日 各大媒体爆出了加拿大自由党内部 正在酝酿一个重大的措施 推行全民基本收入 根据CBC报道 在近期自由党议员 为11月份自由党大会准备的草拟议案中 全民基本收入提议居然排到了第一位榜首 基本收入也被称为最低收入保证 可以为全民发放 也可以作为一项经济状况调查的福利 随着受助人其他收入的增加而下降 自由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极力呼吁联邦政府 将实施全民基本收入提议 作为首要经济复苏政策来考量 从今天开始 在接下来的两周时间里 将由自由党成员继续进行线上讨论 从50多个议案中挑选出30个 最后提交到11月的自由党大会上进行讨论 据自由党内部人士对外透露 这个全民基本收入提议 目前已被绝大多数自由党议员们赞成 排在了50个议案中的榜首位置 以确保这个提议会在11月的自由党大会上 作为最高决议进行投票表决 如果表决通过 这个全民基本收入计划 就要成为未来自由党的执政纲领了 不过 有批评人士指出 一旦自由党让加拿大实施了这个政策 会大大的增加加拿大的债务 很有可能会拖垮加拿大经济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关注加拿大华人聚焦 每天了解加拿大多一点 我们下期再见